邱宇軒以高雄鄉親的身份到台中體罷免團體 为了拉下陈伯伟 他的话也越说越呛 其实陈伯伟他当时在高雄 是怎么样霸凌我们韩国瑜市长的 怎么样霸凌当时高雄的民主的 国庆廉假最后一天的冲刺 罢免團体持续扫街 陈伯伟则有受益室工会联合力挺 有很多的人在攻击他以前的事情 坦白说对我而言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持续酝酿还包括陈伯伟发行的百事苦刑 陈伯伟将以徒步的方式 走过台中第二卷区的五个行政区 十月十三号最有可能从雾峰出发 最后一天十月二十二号 将以乌日作为终点 包括在雾峰时会有陈伯伟的母亲现身 在杀戮的路线 也会有陈伯伟的堂哥来陪伴 进入倒数的最后十天 将走过一百个小时 无论反对或力挺罢免都有外地人前来助阵 这样的方式似乎打出热度 不过罢免案最终主角还是选区内有资格投票的选民 陈伯伟发起的百事苦刑 似乎要透过接地气的地毯式接触 把有资格投票的选民找回来 请出来把票投出来 3015台中综合报道